有时候,标新利益并不是一件多好的事情,但在有的时候,它却能彰显出一个人良好的品质来。 前不久,一人张艺兴为了配合宣传黄博指导的片子一出好戏,参加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片方安排了一个喂水的游戏环节。 他在玩的时候,由于不是正常的引用,所以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,流在了衣服上,淹湿了好大一片,地上也被溅上了不少。 游戏结束后,工作人员赶紧给他送来了一条干毛巾,让他把衣服擦干。 这一个环节结束后,工作人员布置现场,而嘉宾们则是退到了一边,他们彼此闲聊着。 张艺兴没有跟嘉宾们待在一块,拿起刚才擦衣服的那条毛巾,蹲在溅上水的地方,认真的擦起来。 有人看到后,连忙指着一旁的工作人员招呼他说,你不用擦的,有他们在呢,可他听了。 白白少说,没事,这点活我还能干得了,再说是我做游戏时间上去的,已经由我来负责清理干净。 听到这样的话语,旁边的工作人员,还有嘉宾们都露出了赞许的目光,不由地挑起了大拇指。 是我的责任,那么我就要承担起来。 感谢您的观看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